哇 欢迎来到我们球迷直播室的节目 来到第五集 第五集 无论说 有我乐仔 有Patrick 但是拖了一个中间三文字夹着的哭 最重要的 就是佐敦兄 佐敦兄 你好 你好 电视大师大家认识很多 云高尔 甚至哥迪奥乃的战略大师 但是电视分析的大师 我们也有一位就是佐敦兄 佐敦兄之前就是很受欢迎的足球节目 足球解读的一位主持 有幸今天就希望和大家一起夹一下 多多次夹 不要这么说 我年纪给你们掌 但是讲球我相信大家也不会 时间不会相差得很远 我两岁开始讲的了 还在喝奶就开始讲球 今天继续回我们以往一直的做法 跟大家分析一下 或者回顾一些过往的赛事等等的东西 先讲第一场 其实因为佐敦兄在这里 佐敦兄就是一位利迷 不是 是 应的 你问好 四连胜就不能不说 刚刚过去的周六的时间 以2比1作客就赢了这个 英超冠军 前英超冠军 你才是特成的 佐敦兄怎么看呢 其实这样讲的就真的很惭愧 是不是 这个英超开了二十多二十届 好像今天是第二十届 二十一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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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是纯粹的说笑 但是今年的确是我的爱队 你记得 真的开头开得不错 我想有几样东西 一就是可能英国的球员部分不大 你对球会辛苦点 如果说热刺会辛苦点 因为英国都差不多踢了四球 也有一个好处就是 今年的确是加了马 还有那些预先之前签下的球员 加起来之后 那个板凳深度的确是强了的 但是呢 等一下我们稍后再说 如果有欧乱那些的时候 我才再长一点去说 利记的前途 文博那些 那些批命都在后面 重点如果说这一场球 其实我觉得几场球 对于利记来说 我都不觉得他有一些 怎么说呢 我可以这么说 他准备那样东西 就是比起 例如Big 6来说 我相信 现在说所谓的四连性那几队球 现在应该只有四队的四连性 是不是三队 三队就是一队 一队就断了一队 三队来说 我想做赛前的准备功夫来说 都反映得回 他们这三队球 可以拿到12分的原因 我觉得 至于利记 我觉得就是 刚才我说了种种 重点就是我觉得他有一个好处 就是他现在这队球 是将去年的东西 摆下来之余 是更加 我听了某一些评论 有些人会这样说 摩连奴那些东西 这个问题 留下你们可以再说 但是我有些认同 在里面有些细节上的认同 是什么呢 就是说 套回我们的利记 之前的高普 戴了两季 他都是高位 不断压 不断逼 逼完之后我就打反击 然后跟着就赢你 跟你就斗到你死我活 但是很多时候 就卖不了尾 卖不了尾的意思 就是如果我们 行内的意思卖不了尾 就是体能卖不了尾 就是很多时候 可能捱到80 就是你这样压高压成 七八十左右 你开始就没有货了 但是内侯地对球 原来他就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为什么他要这样高压呢 其实你要把它拆开来看 你环顾之前那两年 后防是不够质素的 是 他唯一的选择就是 当我后面不稳 我等你来攻 我分钟失球的 不如不要了 我先发制人 我在前面跟你死过 我幸好的 赢到两球 我就可以带着来踢 如果我一球 我最多就跟你拼命 但是他前面的确是有杀手 有质素 他可以这样踢 但是你环顾他现在投这四场球 他开始有点调节 为什么呢 他执了几件 好少少有质素的 比如中坚 有签过 亦都给了一些机会 其实可能他未必 一定是想这么早给高美斯 因为努夫兰的伤 所以他就迫着要放 但是他有青春有活力 然后接着两只杂 他都慢慢找找找的时候 都调教到有人了 可以叫做有默契 龙门就更加了 买完又说最贵 然后又被人抢 但是都是贵的 所有的后面的质素够了 再加以基达的情况 的确在中后场他就可以去决定 我是押你 还是我等你 这个很重要的 这个可以令到你的体力 可以省到很多的情况 都明白了 因为其实留意到 以往利物浦的感觉就是 好像不懂得收 对着弱队 他说含含含嗔 不断说 我已经数了三个 下回程出来 好像更是0比0 不断来 刚刚刚所讲的一个问题 因为利物浦的确 或者是高普的确 叫他做一些很传控 保持质量的足球 其实他不是很道理的 或者 在一个大的荧幕上 或者在银幕上 一些比较重要的赛事 你没见过他这样打赢 而且是很特别成功的 没有的 反而他真的是 独孤一比是那一招而已 但是不要理會 是可以的 就是那股 打快、打一些反擊、打前場的迫搶 高壓迫的一些踢法 一直有人說過 尤其是前幾季就說 其實這麼壓迫地去打 其實有一隊球隊 球員感到體能消耗 能不能捱到一季 會不會只有上半季沒有下半季 但是高普用幾年 就是用一兩季慢慢調慢慢調 上季告訴你 或者前季開始告訴你 是可以的 其實是OK的 但是OK是表面給你看到的 實際上去到某些位置 有些重要的關頭 為什麼都會脫掉呢 我只覺得和體能 都絕對有一定的關係 所以現在看到下去 這四場球 除了第一場 你說不是啊 4比0是不是很壓著來攻 其實真的是逼你 就是這個位置 因為位置是肯向前壓 你又空位 前面幾個有質素 就能進入你 所謂就大勝了你 但是四場的賽事裡面 大部分都是小勝的 就是不是進入特別多球 這四場賽事留意到 就是場面是全取得的 三、四場的賽事 全部場面是全取得的 就是對面沒什麼得攻 只有1、2、2、0聲的反擊而已 但是你說 那種攻擊的尖銳度 那種的一刀就見血 直接焗喉的 以前利物浦的打法是這樣的 起碼上季還是這樣的 沒有的 這四場都是未見到的 就是 起碼他不是先拿這種想法 暫時對手也沒有特別 令到他要 嘗試出自己的真功夫 所以 但是這四場 他仍然維持這種打法 而贏得到球 仍然拿到的優勢 是他這一刻做到的事 我自己覺得 是不是看得到你不要那麼高呢 我不敢這麼說 因為我還沒見到他出真功夫 我還沒見到他 因為他再走那一套的時候 其實其他球隊會不會懂得防範你呢 還是仍然用質素來壓過對方的 我前面的三刹擊夠堅 文尼 廢 明露 沙拉 你怎麼搜我 你怎麼記錄我 沒得搞的 我可以這麼說 其實這場球值得討論的點 對於我來說 在上半場 下半場沒什麼好說的 但我上半場 我看到很多 說到下半場就沒話說的 重點就是 我看到頭上半場 通常我們分三次 三分 三分鐘一分 三分 我看到一件事 就是頭十分鐘除了壓之外 他們現在的踢法 是和你剛才所說的 我認同的就是 他以前就是國後適 現在不是的 現在他有一點 有再深度一點 是怎樣呢 他很多時就會在進攻路線 大約二十多三十碼 因為他現在是踢4-3-3 他中場一拿到球 去到三十碼左右 他們給球就不是給直線 如果你國後適 給直線 衝進去 好像去年那樣 現在他還要玩深度一點 撥去橫邊 他很多時候在右路或者左路 給一個很大的斜線 不是直線 是斜線 他在你的中間 和閘的中間那些位 在二十多馬族 橫地撥進去 然後因為他們起步快 進去的時候 如果他夠位射半單刀 他就變成1-1半刀 做不到的時候 他們再推心了 他們會做一個身後回傳 我們叫N字 將那幫回傳出來 就給科佬那些進去射 那麼科佬那些可能是中場 蓋進來的那些 或者是他因為踢4-3-3 他最右那個就會一直走進來中間 就是第一個樓 第二個折 很多時候就可能是 第一點就是 廢明樓 不到 後面那個就倒 你看到現在那個模式 你留意一下他 他縱攻的套路 特別是當大家0-0 他要 就是別人會退後一點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做到那些所謂的一刀切 他又不想讓你上來 那麼他就用這個模式去撕破了你後防那條線 我自己就留意到 其實都真的是這四場 就是比較多兩邊傳中 嗯 而過往應該說上季 其實就 很少入波真的靠兩邊傳中 因為你主要都是靠前幾個三四個哨 他那些傳中就不是傳中 因為你人少打人少就不是那些傳中 但是 現在因為多了對方守得後 他多了很多的暫光式 就是讓羅拔臣看定來出的 鏟子阿諾看定來出的 這種幫他多了 那麼我自己覺得 阿諾那邊就 防守仍然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是這個就 暫時未有什麼可以威脅到他 那就不多說了 但是另外一邊 羅拔臣那邊 我就覺得已經完全全能了 無論防守他完全兼顧到 進攻方面傳中 那些中腰或地坡出來 其實是很有威脅的 我補充多一句 剛才我不是說 當他這樣斜傳進去的時候 你的前方一走進去 他可以這樣結束出來 當然是進攻 但是可能被人封閉的時候 他就會把球給回邊的 所以剛才你說的就對了 一給回邊的時候 羅拔臣上來 他就看定把球扯進去 又有第二陣攻勢 這個就是第二次攻勢 他會這樣做 但是上一年很少這樣 上一年中場路 死採人掌取完 把球扔前 跟你鬥走 現在看得到 他們多了這些 在我眼看到 會多了這些 然後跟著 他贏了幾球球之前 有很多機會 這個就是剛才說的 腳鋒順不順 狀態是否去到最好 現在其實幾隊都 我覺得幾個前面 都未去到最最高的 但是現在的表現 我覺得夠贏了 我看到你剛才所說 幾個在前面 其實你看到他們 從鬼梭開始 第一場開始的 泰 好像仍未去到最高級的時 甚至乎以他們的質素來說 狀態未到合格的位置 都未去到 尤其是沙拿 近這幾場 好像以前 以上季來說 很多首都拿來 你說單刀也好 或者有些去的球 給的球 只是看近這兩場 已經覺得 好像尺寸還是差一點 雖然文尼都有球 但是感覺上 文尼好像是一場好 然後一場好似失色 然後又好一點 他們的水準是 不知是因為世界盃的問題 可能是休息的時間 都是這個可能 但是很突然 今季跟上季不同 那兩隻閘 好像不知是否因為 暫時可能對著對手的問題 腳壓的也沒那麼大 放膽了 特別是 羅拔臣那邊 你現在看到 和文尼的配合 就好像 基本上打左路一樣 只是右邊壓落 都還是差一點 現在就是 但是 反而現在就是想 你中間那邊 好了 我也是想 今場幫我用了 軒達神做正選 但是反過來看下去 他的正選 是否只是 可否叫他 保持到自己的正選位 他的作用究竟是怎樣 好像還是很模糊 如果我相比之下 其實他現在有五個中場 詹茜米娜 佐敦軒達神 基達 雲雅 威牙杜姆 我們叫一下 不要緊 哪個名字 突然明白 是哪個就算了 如果他這幾個 他叫做 勾雲尼踢 其實你看到 頭到幾場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基達 勾雲尼 這個很重要 因為上球要講節奏 你的雜柳機會上去 你就要中場停一停 那球 他才可以上 如果每次都 好像上年 為何阿諾上年那麼多問題 因為中場勾雲尼不夠穩 經常打回頭 他就要轉身衝一段回來 衝來衝去你就會有失 但是現在不是 可能你說剛才也對 那幾個對手都不是壓迫很強 他加以基達拿球是很穩的 還有他有個好處就是 他不會好像那幾個中場之前 一拿球向前推 他是很穩陣的拿球 他會把球撥橫 或者帶一帶 停一停的節奏 等自己的隊友再上穩一點 他才比下去 那就變成那些踢得舒服 那些邊就舒服 要不然中場滾水六腳 搶完那個球球 其實我們自己踢的 踢邊線最好是怎樣 是球我扔到位置你走進去 你就很好踢 但是如果我給球 你叫你拿球 不斷冒進去 你就很難踢 所以這個就是 現在他對球 當然我們都說了 對手還沒去到 但是有個好處就是 如果我做球迷 我覺得現在這些是剛剛好 如果你太 現在已經是很健身 好像上年季尾 你那個攻擊就很難看 是的 寧願這些位置沒那麼緊要 或者對手弱一點 贏得到就不用那麼高級 所以你都看到 高普現在入貨 譬如他為何要買沙基尼那些回來 其實他用來撐沙拉格 你看得到 現在換人 他這樣換你 已經看到差不多位置的東西 他要剃補 因為知道一定會有這個機會 基達那裡的固言就非常好 尼隊都十分適應得到 就是那種引球推進 而且他最特別的就是他有能力 自己帶進禁區裡面 但是他很少會自己射 多數有很多空位 拉了一些人進去之後 就彈回腳背 彈過去左右兩邊 被一些自己蓋上的隊友 很空去射球 也有這樣的情況出現過 利物浦就暫時四連勝 但其他原因當然是因為 未遇到什麼特別強的對手 接下來這場可能會比較快 對著熱刺 但熱刺竟然 不能夠以同樣也是四連勝的姿態 對於利物浦 為什麼呢 你再說 說熱刺之前 回去說他的死敵 說一下阿仙奴才可以 好啊 阿仙奴作客 以3比2 可以說是險勝的 險勝卡里夫城 繼續獲得兩連勝 6分 起碼就勤回上去 望著今年艾瑪利 最第一大目標 B4前進 這場球其實 值得談論的有幾件事 第一 可以說一下卡里夫城 卡里夫城在這場之前 其實是一個球都沒有進過 是的 這兩球都是卡里夫城 升上英超之後 今季的外債球 坦白說 阿仙奴的防守 一直以來上一集都說 還有很大的問題存在 那種協防 那種分工 其實是很大的漏洞在這裡 再加上他們 始終拿著球 我還是有點不太穩陣 還有後防那兩個 帕巴斯達普路斯 和梅斯達菲 坦白說他的功夫不是特別好 但是在艾瑪利的要求下 他們都要求他們踢一些比較多上腳的球 要求球由他們開始進攻 甚至開始點是由獅子開始 這場球也出現了險象 這個情況下 但你看到其實 他們兩個不太適合做這件事 在幾場賽事裡面 無論是帕巴斯達普路斯 還是帕斯達菲 他在後場拿著球的時候 也有很多次的後場是自己傳失 導致險象 甚至是可能拿球 望太久左望右 望被人逼掉了 錶掉了 這些情況 過往幾場賽事 都是比比皆是的 其實這個問題 都是見證著你 暫時這一刻 阿仙奴在防守方面 其實仍然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又或者是 我不知道 資質上是否需要再調整一下 當然了 左一個領隊 你有你自己一套的戰術 你有你自己的理念 是正確的 但你也要看著你的球 看著你的材料 我是一個西柱 我是喜歡做西多士 和做龍蝦衣麵 沒辦法 現在可以 只可以雞胸肉 那你就要做八十斤 不行 我是要做龍蝦衣麵 這就是民憑 我們常常說 摩連奴 常常說要買人 不懂就地取材 但其實在戰術上 你也要調整一下 我明白改革是好 雖然這幾場球有贏有輸 但看得出他 很多變化想帶來 就是為阿仙奴 始終二十多年 在同一個領隊的手下之中 一定有一個固定的風格出來 很多東西好像是 變了很老諷式 但他一來到 新人來到自然 新官商人 很想帶很多變化出來 但有時有些事情 正如你所說 地面推進不是不行 前面那班好像沒有問題 相對地 但始終是後面那班 好了 我計算你站開由中場開始 由後面數下去 兩隊翼 暫時走下去 暫時不知為何 感覺上雖然比拉連 今屆好像有進步 變化很多 但是還是防守上面 都有些問題 一對中堅不用說 經常性被人看到 現在越來越好像被人看到 已經漏洞了 有些最後就前面的前任強的決定 空間不夠 就拆回後再來 但是很兩三次 他用手扔出去 如果是扔到一些很獨到空的位置 立即開始一個進攻 其實詩智說 我覺得問題是 始終他有這樣的年紀 就是這麼長的時間 一直以來都不是用腳非常多的門將來講 突然叫他做這件事 你看到詩智很努力嘗試去做 但是真的還是差一點 就是我覺得可能 艾瑪利最心疑的 希望是一個用賭球的門將 應該說全歐洲所有的領隊 都最心疑是一個用賭球的門將 不然高普或利物普 都不會用到七千多萬 你買一個艾利神 就剛剛出事 對 剛剛出事 還有少許問題 但是問題的情況 跟詩智不同 詩智很多場都真的挺有問題 我覺得可能 艾瑪利也要再慢慢調整一下 想清楚 怎樣用現在這班人 你先打著 以進攻方面 阿仙奴這場球進入了三球 攻力看上去其實是不差的 尤其是我覺得要稱讚的是 在一些處理死球方面 其實真的有 幾大的變化 比起以前的雲家 以我雲家手帶的阿仙奴 我自己覺得 死球只有一板 一招斬過去 儘管看能不能擁有 有沒有很特別的死球部署 一兩場球裡面的一兩球 可能會有 但是你說真是很精心去策劃一些死球 沒有的 反而這場球阿仙奴 其實進入這個死球之前 這個頭槌有球之前 之前有一個角球 其實很有心思地 地球猜出來 拿卡石敵彈回去 再做幾個1-2的猜拳 立即有起腳的空間 你看到艾瑪尼在死球方面 是有落到苦工 有嘗試練習到一些東西出來 也是值得掙扎的地方 另外其實值得留意 就是前場方面 用了一個特別的配搭 起碼不再說 一定要出奧巴美揚打中風 限死的位置 寧願拉回他旁邊 給一個機會給他拿卡石敵試試 而拿卡石敵其實 無論這場球正選 還是過往的後備 我只覺得表現都是好的 好 其實也絕對值得一個正選的位置 反而 雖然這場球入了一球 奧巴美揚 但是如果你真的看完整 只看精華你覺得OK 那球球射得很漂亮 曲綴 這個燙射 沒得輸 但是 看回整場球 其實他腳下跌的球 都真的挺不少 而阿仙奧這場球 讓他打個邊路 其實我覺得有另一個嘗試 就是多了很多反擊的時候 是過頭的球 嘗試讓奧巴美去前面 去利用他的 轉場利用他的 最強的地方 速度 但是 沒什麼邊緣他做得到 很多時候對單對單想爆 對面好像捉到你的獨孤日美 這樣可以襲到你 或者擋到你 或者可能你自己推出界 這樣的情況也是有 所以 我自己覺得 奧巴美揚在適應方面 其實仍然需要 再給點時間 但是你說 中鋒的位置 我自己覺得 經過這幾場 不用想 還是拿卡石敵 就是說門前的把握力 真的不是奧巴美揚最好的地方 反而你說 拉出來 距離龍門遠一點 拉到哪些 我不管他說那些 哪路的爆破 做不做到也好 起碼他拉走到對方 防守球員的注意力 令到自己其他中間球員 多了空間來進攻 他做不做得出來 而好過你看到最前 有很多時候 當你要做前鋒 臨有腳的時候 因為把握力而不夠 而浪費一些很重要的機會 我想 阿仙奴這幾場 我有看一兩點 剛才你說的裡面 第一點我留意到 其實他今年那對防 中場 深刻 中場或者防中 拿牌是次數很多 為什麼會拿牌次數多呢 就是因為他們經常都需要去犯規 那麼他們就要拿牌 是不是 好了 重點就是 而他們為什麼後防 好像很不夠穩陣呢 其實你不可以 全部將責任放在中堅上 因為很多時候 中堅前面一定要有 平鋒 他們那對防 我看了幾場 我都發覺 他們這兩對防中 勤力就夠了 腦筋好像差一點 所以很多時候那些路數 就不一定會一時間都會幫助到 那對中堅 我們所謂叫做棋位 棋線 去擋住一些人家的進攻位 或者射球的位 變了很多時候都會大開中門的時候 那對中堅一定要撲出來 你不撲出來都沒有的 你一撲就有很多流動 再加以剛才你所說 其實不論是你的也好 或者是獅子的也好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如果你經常要龍門上腳 因為我自己打龍門就知道了 你龍門上腳 你那對閘 一定要很低的 因為不然他拿著球 他經常被人幾個一局 他不能給 而你之前的領隊或者教練 他指令說你不要亂踢上去 他就被迫要去搞好熱 我講你的那個球 有很多朋友問我 我說你如果將他撇除了 他有特別任務之外 他有特別任務之外 這球球有特別任務之外 其實他就因為 他就是拿了一個批准 所以他玩大了一個膽 他的確他的個人技術是有的 我很認同在踢的時候 這可以不可以的 其他講其他那些 平術也不行的 我很認同當時是優仔說了一句 是 那個球來打龍門 我們只是打龍門 那個球你怎樣才會去做那些 吸過過的那些 就是那個球我們叫做生的 那個球要生的 在運動的時候 你去拿那個球去撥過 龍門去做這件事是沒問題的 通常都會做得到成功率很高 但是我們所謂叫做死腳 那個球一埋了 我控制了在我兩腳中間的死腳位的時候 別人的前鋒一拍下來 就很容易唱到你的歌 所以就不應該去做這些 那我又覺得 幾千萬的龍門 的腦筋 又沒有理由 蠢得那麼厲害的 我自己覺得 你說叫你神 就是補充罪了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其實他在賽前 剛好在這場球之前 都有跟昨天說 你不用怕的 你不需要怕 因為我還會繼續這樣做 我經常說 做人就不要說得那麼準 你一說完就出事了 我又說完這句 為甚麼他會說這句 就是因為很有信心 我沒有問題 這場球有這樣的機會 再告訴你 我是沒有問題 這樣就知道有問題 另外這場球的再穩就是 中場那裏 或者整個中場的配置方面 其實仍然有一些調整空間 譬如說下卡 和股安導師 只是分工 其實我自己覺得 都不是太特別清晰 而很坦白地說 其實以一個4.23的陣式來說 我自己覺得 在進攻的時候 需要有一個明顯鬥後一點的 中場球員 不要說他是不是防衷 你收拾一下第二波 或者讓他再調一調 rhythm來講 是需要的 而下卡這一刻 應該是做這樣的工作 但是 我覺得就不太做得到 或者其實他也 不是很嘗試去做這件事 我不知道有領對給他支持 根本都不是這件事 而股安導師就勤力有餘 也有很多比較 創作力一點的 比較你猜不到的 的事情想做出來 都OK的 但是我覺得在犯規等等方面 仍然是年輕人 很衝動 很魯莽 其實這場球拿了一張王牌 其實這張王牌是拿遲了的 如果你有看這場球 你會覺得 之前已經有兩三次犯規的中場做過 如果有嚴少的球證 已經可以給他王牌了 所以 這個原因是一個問題 但是他仍然年輕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好的收購 這麼便宜的價錢 買回來 但是馬上用得到的 但是要找人再夾一夾 而前場那裡 我覺得奧斯爾這場球 讓我看到的就是 現在奧斯爾擺邊比較敏 真的擺到中間是好一點的 但是藍絲和他 誰擺到中間等等 是需要再夾 或者看看如何調整 最好的陣勢 但是這一刻來 我覺得 奧斯爾打邊 看得出也挺隱形的 好像他也不太順 我拉到邊來打 很多時候他真的打得順一點 他自己走回中間 但是 右邊的位置又空了 你叫藍絲走 好像又怪怪的 不太對路 各樣東西 左邊的位置又空了 不知道怎樣 好像是有少許問題 這個就 仍然時間上早 藍絲還有時間再調整 我覺得現在用了四場球 都仍在試陣 我不知道他要試 試到第幾場 才定了那陣 但是我覺得剛剛教 需要時間是正常的 也有不少新的收購 無論是 尤其是很多人都說 奧斯爾尼娜 其實都仍未用得很準 仍未找到過 他在奧斯爾的定位 那奧斯爾差不多 儘管再看看艾瑪莉 會不會可以 自由街頸越大越好 另外 留意有少許時間 另一場就是 曼聯作下對他搬來 小勝2比0 Patrick作為曼聯球迷 上集就罵到 魔言爐爆炸 有些人會說 是否跌下眼鏡 是否罵錯了 怎看呢 贏球一定會開心的 我不會說是否罵錯 而是 上場球和今場球 你見到特別說 上場球已經說了 一開球就放上主攻的陣 上場球可以說上半場就博輸了 但今場球 上半場來說 都是維持 都是想去做主攻的角色 特別是今場球 我想說是 最叫做他 被他拼贏了一局 山神的位置 泰是可以說 表現真的算 我自己這樣說 算是他來了曼聯 其中一場最出色的比賽 就是狀態 來到很多場 每個人都說 山神去了哪裡 山神完全拿著球 好像跟人不合 但這一場球看到 嘩 只見到他和蘇爾上來 蓋上來那一刻 你見到整條左路 很順 蘇爾好像被他帶著踢 簡直是很放心地上去 亦有很多的助攻 而另一個我覺得 重點的球員 我要稱讚的就是 就是費蘭尼 費蘭尼這場球 我應該覺得 是莫尼特意找他出來 因為怎樣 見到對方 其實老實說 搬來都是來來去一招而已 就是兩邊站中 玩一些傳統英式的 前面 一是機師匯特 一是和機師而已 他就找過 知道 亦都知道自己中堅 史莫尼和蓮特洛夫 只有一個高次 但原來高空球是不行的時候 不如找爆炸頭出來 防手的時候 倒下來打三中堅 要進攻的時候 推他上去 所以這件事 爆炸頭 亦都是 他做到的角色就是 全場 他搞得好像沒有記錯 機師匯特 好像是 真的 有沒有頭有沒有碰到 那個球 都成問題 好像是 所以這件事 我覺得就是 萬聯摩連盧在這一場 你說可以是 我們稱讚他 不要罵他 狗血臨頭 稱讚他 這兩件事 我覺得是 也是一個勝利的關於之一 其實有幾件事 我也覺得 其實他一定沒有聽我們上集節目 很明顯 他不會聽我們說什麼 說廣東話 也有怎麼聽 但其實他又好像做得回我們上集 有罵到的好幾件事 其中一樣都說到 就是在進攻那裡 其實上次熱刺的時候 前場壓迫到不少控球拳回來 但是早上進攻那方面 很多時候就是 盧卡古拿球 好了 扮給蓮加特 好了 全球插進去的那個 已經沒有人插進去 還有全球那裡 為什麼會是蓮加特的呢 這就是我們上次說的問題 就是 差這個人 角色好像有點錯配 但是這場球 可能因為對手弱一點 擺出陣式方面 除了蓮加特 盧卡古 都擺在一起 那就不同很多了 那球給了盧卡古前面 定點 支撐住 回回之後 是先回給山齊士的 然後蓮加特再走空位 讓山齊士再交給他 所以這場球你會留意到 蓮加特有不少起腳機會 真的有很多 甚至第二個入球 都是他 散中人才再彈到盧卡古腳下 甚至一開球 沒多久已經有一球 他禁區頂的燙射 其實是差少少 一兩個球位而已 看到在這個陣積底下 起碼解放前面重攻球員 上場球你會看到很多時候 盧卡古一定是被人冒射 很正常的 他頂著前面 頂著對方的防守球員 拿到控球拳 回給後面的球員 他自己再前插 不管怎樣也好 他一定有人握住 你有另一個空少少的球員 去接面球再進攻 這時候進攻就變得立體了 而這場球 這方面是可以做到的 其次就是在中場配置方面 提到費亞尼 普巴 固然這場好 另外馬迪 其實這場球也功不好 你看到 他壓得前了很多 比第二次的一場 也可能因為 本尼在前場給不到威脅 給馬连 導致馬迪夠膽 推前一點馬迪來打 前面你說馬迪 進攻的天賦特別高 固然不是 但是他拿著球在前場 甚至多個人也好 都是有幫助 所以令到這場球 就能贏得到對手2比0 但你說 其實是否很解決問題 或者是否看得出 武戰沒有問題 馬迪劉等等 這麼巧 因為對手真的是一隊 現在當頭得得很厲害的搬尼 他們反對好一點 可能會對你才得勝 一再對你才得勝 或者可能對狼隊 這支歌曲未必出現 我覺得剛剛好 真的有些事要整定 就是你輸完比二次 幸好這隊 對著那隊叫搬尼 如果你說對著真好 或者對著李詩日成 狼隊 這些類型的球隊 你只是分分鐘去 你不要說贏 可不可以全身而去和球 你都難說 因為別人當頭起 你在倒下來的時候 幸好這場對著那隊 大家那麼高那麼大 都是倒下來的 你就打到所有的坑 起碼是質素也好 或者你倒下 給一個時間 給一個心態 你去倒下好對球 你去打 對往後來說 信心也可能會好一點 如果不是 我真的 很難說 一路倒下去也不奇怪 是 今集時間都差不多了 對不對 下集我們也會再回顧一些 英招賽事之外 也可以說一下 剛剛抽了千元歐 好啊 下集 希望夠邀請到 左英兄繼續參與 對不對 好 下集大家見面 好 拜拜 拜拜